首先我请你转达我对普京总统的诚值问候 今年是中俄建交75周年 中俄两国携手走出了一条大国邻国和睦相处 合作共鸣的一个崭新的道路 今年二月我同普京总统通电话 对中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新的规划和部署 我们一致同意继续保持密切的交往 就双边关系以及国际地区事务中的战略性 全局性前瞻性问题及时沟通及时协调 确保中国关系始终顺利 稳定地向前发展 我希望我们能够认为75岁的设计计计计划 和台湾鲁人民广告 我们将来做出新的领域 新的领域 我们将来做出新的领域